重重的报恩 哇 好棒哦 这些都是小玉老师自己做的吗 对呀 这很简单 你们也会做的 我也好想做这种作品哦 小花是不是也想做做看 小花也要 那么就马上去搜集材料回来做吧 往森林 出发 哇 有好多叶子啊 有这么多叶子就能做很多作品 可是有些叶子脏脏的 是啊 那就尽量找干净完整的树叶或果实了 戴帽子的橡树子 我想要找有戴帽子的 只有帽子 帽子 好小哦 把那个戴上去吧 那就戴在这上面 好像太小了 橡树子也是有很多种的哦 有大的 也有小的 也有细细长长的 或是圆形的 真的耶 对 寻找能戴上那顶帽子的橡树子也很有趣耶 我捡到穷果了 有没有干净的叶子呢 这片可以 되게�ction 它怎么啦 蟲 叶子上面有蟲 原来是蟲啊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森林里都会有虫的嘛 虫虫 危险 虫虫 没事吧 虫虫 拜拜 因为虫的样子一点都不可爱啊 那你就跟我一起找干净漂亮的叶子吧 谢谢老师 虫虫 不可爱吗 球果的眼睛 迎信夜的眼睛 好好笑喔 你怎么了吗 小花 虫虫 好可爱 是虫 虫虫 那个 那是瓢虫嘛 很可爱耶 是啊 很可爱 虫虫 很可爱 对不起喔 琪琪 没 没关系 虫虫好可爱 真的好可爱喔 是啊 很可爱 虫虫好可爱 啊 是西水 啊 是西水 啊 真的耶 好可爱 小花 你都能找到虫耶 而且还猪得到那些虫 小花很可爱 小花很可能有天分喔 可爱的虫虫 巧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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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下好吗 小花真的是可爱极了 我也希望 我也希望自己能有 那么可爱的妹妹 是吗 谢谢你 可是 真的不要再抓虫了 笑我啦 嗯 可爱的虫虫 小花 你不要再拿抓到的小虫 去给琪琪看咯 这个怎么样 我觉得很好啊 哥哥 叶子 哇 这些枫叶好漂亮 真的耶 你怎么找到的 给你 快快快 努力班 快快班 努力班 送给小花谢谢她 快快班 努力班 送给小花谢谢她 小花 要走了 好 就像这样把橡树子塞进去 然后再绑上缎带 你们看 哇 好可爱 小花带回来的枫叶 真的都很漂亮哦 是虫虫给我的 她刚刚说到虫了吗 小花 要用那个做什么呢 小艺老师 今天谢谢你了 不用客气 真想赶快拿给妈妈看 剩下来的球果就拿给我哥哥创作新作品好了 小花 都说不行了 不要 我要去嘛 啊 巧虫 怎么了嘛 陶乐比 小花很坚持还要再去那个森林里面了 可是 妈妈现在正在忙 那我带你们去吧 诶 这样好吗 我正好没事 带着陶乐比四处走走逛逛呢 呃 被带着四处走 身边景先回去好了 又想要创作新的作品了耶 方夜的眼睛 哎呀 有虫鸣的声音 虫躲在哪里 小花 你不可以走太远哦 有了 你们知道吗 这种声音 并不是从嘴巴里发出的 是这样吗 是摩擦翅膀所发出的声音 这片叶子怎么样了 不行了 我刚吃了一脚 是要给小花妹妹的礼物 得完整的铲息 因为小花妹妹是我的恩人了 三娘的小花妹妹 小娘的小花妹妹 哎 这片怎么样 哦 这片叶子亮丁丁的 亮丁丁丁 没有提提 那就赶快搬过去吧 搬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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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虫虫 谢谢你们 小花那个快点搬了 快快快快快快 小花 你捡到了很多橡树籽 是虫虫给我的 橡树籽是虫虫给你的 真令人怀念啊 我小时候森林里的精灵 也曾经送我橡树籽哦 奶奶珍惜的 又在编故事了 这样啊 真是太好了 小花 对